新杨的民众 这一期实验表达人们 在杭州对苏州的热爱 那么杭州究竟有什么美 使人们给他这么高的评价 因为我们说 西湖之所以能够称为中国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 西湖之所以美 杭州之所以美 都是因为这个城市 都是因为这个城市 有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湖泊 这就是西湖 那么关于杭州的美 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可以讲 首先我们说杭州之美 首推来山色湖光之美 那么整个杭州它的风景 都是沿着西湖而排的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杭州著名的杭州西湖风景区 整个风景区的面积有49公里 49公里分为南山和北山 那么昨天我们车子进城的时候 经过了南山 那么今天我们是在 我们在杭州有两个游来景点 一个是浙江省的博物馆 另外就是游览杭州 最著名的一个景点 这就是西湖 整个杭州西湖风景区 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江南园林 那么每当人们到达江南的时候 每个人都知道 江南园林假天下 那么这边的造园艺术 可以说是非常的高超 整个中国的园林记忆 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从地与方位上划分 我们可以说这个北方园林 这边是南方园林 北方园林以皇家园林为主 到了南方主要是以私家园林为主 那么这些北方园林和南方的私家园林 它的规模 它在使用材料上都有所区别 北方园林它在建园的过程中间 吸索了南方园林的抹击造园技巧 这样的话 皇家园林我们一方面 可以感觉到了雄狠的气派 另一方面来 从小巧之处也可以感觉到了 它的巧夺天功 那么在私家园林 由于受到财力的限制 同时由于受到地域面积大小的限制 所以说它的整个江南园林 主要是以小巧而建长 而整个西湖风里去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江南园林 那么在这里的山色树木和湖水 巧妙地融合了一个整体 给使用众多的游客来到杭州之后 对这个湖可以说是木不挟金 流连忘返 这是杭州西湖风里去的 一个最大的特色 那么杭州思美 我们首先还要另外一点 第二点就是因为杭州 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我们说具有4700年历史的凉储文化 便是杭州最早的居民遗址的秩序 那就是说在4700年前 杭州这个地方 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原始 并且留下了去遗址 形成了中国南方最著名的文化 所以不是纽雅方舟的一样 大雨它也不是一个平凡的原 也是一个水云 所以它所乘坐的船也是方舟 也是方舟 那么大雨下船的地方 基本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人们为了这样一纪念 就变把这个地方称为宇航 这个航也就是方舟的意思 船的意思 后来我们进行了转移 就变成了鱼航 本身是大雨的鱼 大雨的鱼 后来就变成了鱼航的鱼 这就是杭州它的地名的来历 那么到了五月十七 那么潜柳在这里来实行 实行了休亚生息的政策 使当地的经济和文化来 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形成了整个杭州地区 灿热新城的文化 那么地带在杭州当官的人特别多 在杭州当官有两个文言 对杭州的文化影响非常地大 第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杭州的白居易 我们大家到杭州都知道 杭州西湖里面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堤坝 一个是白堤 一个是苏堤 白居易的时候曾经也是在这里当官 那么在一千多年的唐朝 我们说这时候的西湖 已经非常漂亮 在它东边有一个白沙堤 那么白居易也曾经写诗 拥探过这个地方 他说最爱湖东行部独 绿阳一米白沙堤 这时候的杭州西湖 对整个城市的装点 把这整个城市装点的 已经非常的漂亮 那么白居易在这里当官的时候 将西湖和里的淤泥挖出来之后 下以堆积 形成了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白地 白地 那么在白居易 他的任官期限满了之后来 他非常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在他离开杭州的时候来 他写了他的一首诗中来 这样描述到了自己的心情 不愿离得杭州去 一半都留在此身 不愿心离开杭州 而到别的地方去做官 一半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有这么一个非常漂亮的西湖 那么到了北宋年间 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文豪 苏东坡又到了这个地方来围观 苏东坡呢 同样开始来苏郡西湖 西湖底下淤泥挖出来之后来 修筑成堤 形成了呢 我们现在大家所熟悉的来苏堤 苏堤上面呢 一棵羊柳 一棵桃树 可以说呢 是柳桃加岩 桃红柳绿 回到春天的时候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同时呢 也形成了西湖上面 很庶民的异己 这就是呢 苏堤春晓 所以春天呢 看苏堤呢 可以说呢 是非常的漂亮 这些贤民的官城 再加上这里清道的人民 使得西湖呢 它的美貌 无时来不得变化 那么到了1985年的时候 唐洲市政府 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在西湖呢 加以整治 通过这个工程的整治之后 将西湖的水 和前塘江的水 连在了一块 这样的话呢 通过阀门来 人们可以控制西湖的水位 在以前西湖呢 它是死水一潭 死水一潭 所以在80年代初的时候呢 加上杭州这个地区工业的发展 加上一些污水的排放 杭州西湖呢 它不漂亮 它变成了一个臭水潭 臭水潭 和它在世界上的民生极不相复 所以政府在85年 投入了大量的文力武力 叫做呢 南天避水工程 将西湖和前塘江 联系在一块 通过查闸门 可以控制了西湖的水位 这样的话呢 西湖的水 每33天就可以换一次 所以现在呢 西湖的水势呢 非常的清楚 每33天就可以换一次 那么整个西湖 我们说呢 它的西湖风景区 面积比较大 整个西湖风景区呢 面积有49平方公里 整个湖面的面积有多大呢 湖面的面积并不大 整个西湖 它的湖面的面积呢 也只有5.6平方公里 再加上西湖中间 有三个岛屿 这三个岛屿 加起来之后 我们它的面积呢 可以达到的 6.3平方公里 6.3平方公里 那么今天早晨 我们在游船的时候呢 我们将登上变迁 那么早在公元前 221年的时候呢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他是实行呢 巨县制 在这里呢 设置了乾塘县 由于这个湖呢 位于城市中心 就便把这个湖 称为乾塘湖 到了南北朝的时候 因为相传 这个湖中呢 有限出了金流 这个金流呢 是祥瑞之物 大家呢 便把这个湖呢 称为金流湖 现在在我们车子的右边呢 我们看到的呢 便是这个城市的瑰宝 这就是呢 西湖 到了唐朝的时候呢 把这里呢 把这里呢 画给了乾塘县 因为这个湖呢 位于城市的西边 使身西湖 所以西湖这个词的书建呢 是在唐朝的时候 到了北寿年间 苏东柯在这里围观的时候呢 他写了一首非常精美的诗 来赞美西湖 诗来是这样写的 我还一下想不起来了 你昨天不还背给我听了吗 那不是那是中间的一句 第一句 你对我还差 我故意考他的 实际他不知道 他昨天背了 他今天忘了 水光练艳 情芳好 三色空蒙 雨一齐 欲把西湖比西子 浓妆淡膜 总相宜 哎呀 就像漂亮的西师姑娘呀 浓妆也漂亮 淡妆也漂亮 就是不化妆也漂亮 所以在这 在世人的眼中呢 把西湖 比喻成了一个 天上漂亮的美丽 因此呢 杭州的西湖 就合到了另外一个名称 这就是呢 西子湖 西子湖 所以整个杭州城 由西湖的妆点 看起来呢 就像一只大花园 我们都说呢 天下西湖三十六 西东最美在杭州 中间到底它的美 为什么这么样呢 我们也很难去体会 怎么把它加以比较 所以和瑞士的莱蒙湖相比 说瑞士的莱蒙湖 过于空旷 太大了 飘渺无几 感不过 使人感觉到自己 过于渺小 那么和日本的卢之湖 相比又觉得 哎呀 那个日本的卢之湖呢 它又太小了 看得不过瘾 看来看去 只有杭州的西湖来 不大不小 正正好 实为国宝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孙中山先生说的 这是孙中山先生说的 所以这个不大不小 真正好 我们没有那个境界 也很难理解 就像今天早上 有客人跟我说 哎呀 小刘啊 这又下雨了 看多么讨厌啊 然后小刘跟他说了一句 他说你还没有理解西湖 我说了 人家说看西湖了 叫做什么呢 琴湖多如雨湖 雨湖多如雪湖 我说你在那鬼扯吧 连着落堂鸡啊 来拍那个屁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另一生水 就不好看了 啊 的确呢 在这种下雨天呢 会给我们 在整个游城中间 好 再来不方便 那么既然已经会出现 既然已经出现这个状况呢 我们还不如放松自己的心情 哎呀 打把小雨伞 您和您的先生 漫步在西湖 漫步在西湖的边上 那种感觉 可以使你回到三四十年前 感觉多好 哈哈哈哈 现在都流行 没有 现在都流行早恋 哈哈哈哈 早恋吗 嗯 其实在车上来 说是这么说 嗯 那么在淡季的时候 带太太也出来玩 到了杭州 我们先到酒店 嗯 住下来之后 有个太太说 哎 我说你可以带着儿子出去了 她说你干嘛 我说我带着 把你们开心 你睡觉好了 哈哈哈哈 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我们这次来的了 正好是开出 真正的 在陶 正式来陶红柳绿 阴歌艳舞的时候 看到没有 在这边我们又可以看到陶画 是